第二問題是要聽到CPTPP 過年前我外交委員會 去一個日本交流 國會的國會外交 三天兩夜 拜訪了15個行程 拜訪了16個國會議員 還有副部長 副大臣 還有一個政務次長 還有一個前大臣 然後集中交流都是CPTPP 所以這個就是說 要讓經濟部了解就是說 我們對內產業結構是不是調整 是不是符合CPTPP的規範 這很重要 哪些產業會受到影響 哪些產業會受到衝擊 對我們GDP會受到多少 對我們貿易總統會受到多少 你總要有一個手禮給大家了解 這是對內調整的部分 對外的國中很重要 對外的國中一定有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他一定會撤動 其他的成員國裡面 因為這是共識局 所以我們加強對外的共同 這個要拜託外交部 我們整個訓練所有 11個會員國 所有的這個駐外使館 要全力跟駐在國 去溝通CPTPP的議題 讓他們了解台灣有能力 也準備好了 要加入CPTPP 然後相關的法規調整 我們都ready好 那希望他們能夠全力支持 當然我們跟日本的關係也很重要 台灣對外關係裡面 美國日本是我們最重要的盟友 所以當然你不能激其緊要 所以對日本的關係這部分 當然最近我這個在國外外交的時候 他們也有提出 就是說他們對這個五個縣市的 這個農產品沒有辦法輸入到日本 他們覺得有點遺憾 他們有點遺憾 就是說全世界都沒有設任何的限制 只有台灣有設限 幾乎他們的國會議員都跟我提到這個問題 他希望說我們能夠在未來一段時間 能夠來面對這些問題 能夠讓這個不要成為說 雙邊關係的一些障礙 也不要成為CPTPP加入的這個絆腳石 所以我說那麼多 我請醫院 接著CPTPP 現在政府的立場在這裡 這 我們很希望可以加進 但是這個加進不是說很簡單 我們的希望也要那麼多的國家給我們接受 所以這方面要做很多的努力 國內三個結構的改變 跟應該調整的東西的調整 另外剛才你說到 自我 我們的第一關系 這是我們的代表組 來做國民的努力 這都是必要 所以 這是全民的努力 來可以加進 這是我們一定的努力的目標 好 感謝印尼文 這個部分當然不是一個短期可以完成 我們需要長期的努力 而且需要行政跟立法部門一起努力